日本研究,血管变硬,问题出在早餐上。提醒,四种早餐应撤下餐桌。张大爷今年65岁,每天早晨,他都习惯去小区门口的小摊喝点白粥或吃点豆浆油条,这已经成为他多年的固定习惯。 虽然家人一直劝他少吃高油脂的食物,但他总觉得这些早餐是他一天的精神支柱,不吃就不行。 最近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总是呼吸急促,胸口紧绷,更是在吃早餐时胸口剧痛,差点晕倒。 这才让他引起重视,去了医院检查。 经检查,发现他的心脏冠状动脉出现了明显狭窄和硬化,需要立即进行治疗。 了解过往时候,医生认为他身上的症状与长期不良的早餐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一、血管变硬可能和早餐有关,别不在意。 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担心血管硬化,这问题不挑年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可能遇到,有些人甚至因为心血管病失去了生命。 这让大家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让血管变硬?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日本的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吃早餐可能会增加血管硬化的风险。 无独有偶,一项刊登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的研究调查了两万例二型糖尿病患者, 结果显示,不吃早餐的患者更容易同时患有高血压、动脉周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最近,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和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科学家们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 他们把九项不同的研究综合起来,总共分析了242095人的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不经常吃早餐的人,死亡的可能性比每天吃早餐的人高出27%, 其中,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增加了28%,因癌症死亡的风险更是高出了34%。 不同国家不同时间的研究都在说明同一个事实,不吃早餐正是杀害血管健康的凶手。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一再强调,早餐一定要吃。 所以,大家别再忽视早餐的重要性了,不管再忙,早餐也不能省。 二,这几种早餐是很多家庭常见的搭配组合,但其实经常食用并不利于健康。 一,豆浆加油条。 油条属于高温油炸食物,多是在外面小摊上买的,使用的油可能是反复用过的,可能会产生多环方厅类,反噬脂肪酸,并吸纤暗等物质。 长期食用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致癌风险。 二,包子加粥。 包子和粥是我们国人比较常见的早餐组合。 事实上,包子和粥都属于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吃多了可能会转化为脂肪,增加肥胖、高血脂、脂肪肝、动脉周样硬化等疾病的风险。 三,牛奶加鸡蛋。 牛奶和鸡蛋的组合看起来营养高,但其实这个组侧重补充的是蛋白质,但早餐对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很高,还需要吃点主食。 而且,对于本身患有胃病或者胃酸过多的人,如果只吃牛奶、鸡蛋会引发反酸、胃胀等多种不适症状。 四,剩饭剩菜。 隔夜放置的剩菜剩饭,保存不当可能会受到细菌污染,还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增加致癌风险。 三,身体出现三个表现,说明血管变硬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医师周自强介绍, 动脉血管使用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动脉周样硬化。 而动脉周样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导致血管狭窄,导致血流困难,使宫血部位缺血,从而出现疼痛等症状。 周自强提醒,如果出现下面这些症状,要警惕血管变硬所致。 一,腿脚凉,麻,痛。 老年人如果走路时有小腿酸痛,腿脚发凉等症状,要警惕使动脉硬化导致了血管狭窄或闭塞, 引发下肢缺血所致,有的患者还会出现间歇性薄形。 二,走极了胸口痛。 走极了胸口痛要警惕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所致。 冠状动脉出现狭窄后,会影响心肌宫血,导致患者出现胸口疼痛等症状, 严重的甚至可能引发急性心梗,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三,扭头的时候头晕。 颈动脉狭窄到一定程度,会影响大脑弓血,出现头晕等症状, 这样人扭头的时候就可能会头晕,严重的还会出现晕厥。 因此,出现这种症状要警惕血管变硬。 如果血管已经硬化,那很难再软回去, 因此血管硬化的预防更为重要。 平常要在生活中养成健康良好的习惯,以便更好地预防血管硬化。 四,三十岁后做好五点,有效预防血管硬化。 人在刚出生的时候,血管就像心水管一样,非常干净,血流也很通畅, 并没有什么血脂沉积,但时间长了可能会沉积东西。 一般从十几岁开始,胆固醇会在动脉内皮下沉积,形成脂肪条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陶军介绍, 到了二三十岁时,有的人就可能出现动脉硬化斑块。 而到了四十多岁以后,中风、心梗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就开始多发了。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孙涛表示, 动脉硬化一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脂纹期、纤维斑块期、周样斑块期和斑块激发病变期。 脂纹期一般没有明显症状,纤维斑块期患者可能会有间歇性薄形、心脚痛等症状出现。 进入周样斑块期之后,周样斑块可能会越变越大, 患者可能会出现胸痛、头晕、头痛、胸闷、下肢疼痛等症状。 而进入斑块激发病变期之后,就可能引发急性心梗等疾病。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心血管康复中心周文娟提醒, 动脉硬化的预防大于治疗。 可以从下面几点做好预防工作。 一、戒烟限酒、吸烟、饮酒等会加速动脉硬化的发生、进展, 导致心脏负荷加重、引发心脚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 二、合理饮食,饮食上尽量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类,少吃高油脂、高盐、高糖食物,保证饮食营养均衡全面。 三、疏解压力,平常要拥有良好的心态,学会疏解压力。 四、适当运动,建议每天坚持运动三十分钟以上,每周三至五次,不过要注意选择合理适合的运动。 五、药物治疗,对于需要用药治疗的,建议要遵医嘱用药进行治疗。 人在刚出生时,血管其实是干净的,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健康习惯的加持,慢慢地就会出现硬化,甚至被疾病盯上。 专家提醒,血管硬化的预防大于治疗,平常要注意做好预防工作。 五、药想长寿,不仅早餐要吃对,晨起五件事也要做好。 对中老年人来说,早晨是养生的黄金时间。 要想养出长寿体质,早上起来后,除了早餐要吃得健康,还有五件小事也要按顺序做好。 一、缓慢起床,早晨醒来后,不急于立刻起身,而是先在床上做一些伸展动作,逐渐唤醒身体,避免因体胃变化过快而引起头晕或低血压。 二、喝一杯温开水,这样有助于补充夜间失去的水分,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排便,并激活身体的新陈代谢。 三、认真刷牙,晨起后认真刷牙,保持口腔卫生,预防牙周病等口腔问题,维护全身健康。 四、排便,养成早上起床后定时排便的习惯,有助于维持肠道健康,预防便秘。 五、梳理头发,轻柔的梳理头发,可以刺激头皮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帮助清醒头脑。 保持血管健康并不复杂,秘诀就在我们的日常早餐里。 只要记得每天按时吃,并且吃得营养均衡,就有助于血管健康。 结语 健康的早餐是一天活力的开始,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能量补充,更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健康。 通过张大爷的故事和多项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健康的早餐习惯会对血管造成严重损害,甚至引发多种新血管疾病。 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我们需要摒弃高油脂、高碳水化合物的早餐,选择营养均衡、健康的食物。 此外,预防血管硬化不仅仅限于早餐的选择,还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习惯,如适量运动、合理饮食、戒烟现酒和管理压力。 早晨是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做好晨起的五件事,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从今天开始,让我们重视早餐,选择健康的饮食,并且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为我们的血管健康和长寿奠定坚实的基础。 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复杂,只需从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做起。